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阿蘇山 是位於日本九州中央的一個火山 它也是世界幾個可以看到完整破火山口的地形 這個地區大概住了5萬多個人 就是因為這個山 雄本線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火之國 目前整個火山已經被列入阿蘇九重國立公園 目前規劃可以讓一般民眾觀察火山的旅遊景點 它的旁邊還有火山博物館 也因為火山活動的緣故 在阿蘇周邊這個地方還有大量的天然溫泉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坐一下這個直升機 或者是去泡當地的溫泉 這個火山其實在日本是排名第二名 如果它在九州島的話那它就是第一名 它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再過去因為爆發的關係也帶走了不少條件 還有周邊的農作戶也一併摧毀了 剩下阿蘇火山的美景就讓你們自己好好享受啦 畢竟這直升機要花7500-10000日幣 而且我們還是從動物園裡面打的直升機 動物園能否票還有另外買喔 看這部影片最少省了1萬塊 你也可以支架到這個地方 是離火山口最近的地點 也有一個阿蘇山的寺廟 廢話不多說啦 一起期待一下火火山的美景吧 旁邊的妙子 旁邊的展望 旁邊的 Dop算 營業 然會 也會落差 旁邊的因為 是旁邊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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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